大家都說了,食在廣州 所以今天我就來到順德 除了過來撒街看看這邊有什麼好東西吃之外 還有我最期待的一樣東西 就是過來吃下這裏的布仔飯 Hello, 又是我, 無雷的貓 在順德食上癮的餵食貓 所以今天又再過來吃喝玩樂一日遊 第一站先來到春花園這邊掛一掛 最近發風有點冷, 不如喝碗牛雜湯 就是它, 偉記牛雜湯 點了一碗試試 這裏的牛雜湯都幾大碗 大部份是牛腸、牛肚 就不知其他部份是否拿去做牛三星 雖然種類不算齊全, 但份量都幾足 湯水的胡椒味很濃, 喝起來非常暖胃 加上酸蘿蔔, 也醃製得很入味 酸酸脆脆, 不生硬 可以中和少許湯的辣味 也加多麵筋蘿蔔 蘿蔔真的超軟爛, 超入味 一點渣都沒有, 麵筋也煮得夠透 加上這個湯, 濃味之餘, 喝起來也不會覺得好鹹 吃到最後真的很想加個麵進去, 撈一下它 吃完了, 打算再去附近的甘榜牌坊逛一下 想不到一條這麼窄的甘榜上街 開了這麼多間餐飲店 但多數都是賣牛肉甜品 而這間軍安魚餅就是少有賣肉食的店舖 雖然店面比較簡陋 有點像後旁的小食店 但環境都算比較企利 點了一份魚餅, 淺嘗一下 見到魚餅的表面煎得真是好焦香 射身肉餅很彈牙, 有咬口 咬開肉餅後, 裡面的香芹味就會更加明顯 新鮮滾熱, 越吃越滋味 既然這裡的甘榜牛肉這麼出名 當然要找這間有代表性的店試試 曾經上過陳薇順德 但本地人說它不是好得的 歡記牛肉店, 究竟好不好吃呢? 讓我這個愛行人過來試試看 先說這份雙皮奶 質感是挺滑陋的 但跟眾多網友說的一樣, 甜味比較重 相反奶味就沒那麼明顯 還有一份炸牛奶 外皮酥酥脆脆帶點鹹, 有點像曲奇餅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中間的牛奶寫身, 反而沒有雙皮奶那麼甜 但多吃兩件, 同樣都會覺得有點漏口 加上這裡的服務態度一般 所以整體感覺不似預期 掛了一圈之後, 還未到飯點 看來還有時間多吃一間 還有一間店, 亦是在金磅街附近 需要多走遠一點 不過現在剛剛吃完東西 走一走都很應該的 繼續 歷時19分55秒的短短路程終於到了 華生巷 試試這裡的招牌龜苓膏 可以加蜂蜜、煉奶和椰汁 而我比較喜歡煉奶 一大罐煉奶, 任你加 簡直是怕苦人士的哭音 這裡的龜苓膏質感入口比較軟 沒有想像中的那種Q彈 中草藥的味道亦比較明顯 它那種甘甘甜甜的感覺到最後才會出現 還叫了鮮奶椰汁、燉雪甲膏 整瓶的味道是清甜的 椰汁不會唱牛奶香囊的感覺 雪甲膏軟軟軟落落 真的好似煮熔了的桃膠 吃完滋潤的東西 是時候要吃煙火味的東西 煲仔飯 距止20多分鐘 就到了今天的最後一間店 由早上吃到晚 終於輪到煲仔飯 不可以不說 還未入到店 已經聞到那股很香的煲仔飯味 找了位置坐下 迫不及待落單等吃 首先上的是招牌黃鮮飯 黃鮮入口真是一秒脫骨 鮮肉鮮嫩軟綿 講句入口即化都不過分 因為它的醬油味不濃 所以第一口或洗身 可能會覺得有點寡淡 但亦都是因為這樣 黃鮮鮮甜的味道會更加明顯 等你多吃兩口之後 飯和鮮肉真的有一種似甲流香的感覺 這時候就會覺得整鍋飯有第二種 鹹鮮甘香的味道 所以一開始不加醬油是對的 第二個飯點就是 臘腸臘肉煲仔飯 臘腸明顯是用半肥瘦 入口才是淡淡的酒香味 有少少甘甜 最後才是臘腸的鹹香味 而臘肉就相對簡單一點 口感比臘腸要結實一點 油脂也多一點 鹹香比較適中 當然這兩煲的煲仔飯火候 都控制得不錯 飯粒粒分明夠乾身 飯焦脆口不黏牙不苦澀 好久都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飯焦了 因為兩塊飯都沒有跟青菜 所以有額外點多一個煎釀辣椒 辣椒煎過這塊是這麼爽脆 個別一兩隻會特別辣 上面釀的是鯪魚肉 味道鮮甜捨身不會覺得好肥膩 吃了一天真是好滿足 不知道上面哪些點又激起你的興趣呢? 或者大家來到上德有什麼必食的餐廳呢? 歡迎大家評論分享推介一下 好,今期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我是無雷的貓 有得吃最努力的餵食貓 記得三年了 好,那我們下期再見 吃飽、飯粿 就這樣了 拜拜 看看這裡的燈好像一隻隻蝦 還有我最期待的布仔飯 還不可以? 得不住 還有我最期待的布仔飯 我忘了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